为落实公平共享及使用付费原则 林口区中正路东湖国小旁的路边公有停车位 将自12月1号起实施收费管理 那因为很多家长反映停车空间 那因为是免费停车 所以真的需要接送小孩子的时候 反而是没有停车空间 那所以这边为了符合公平共享的原则 及使用者付费的原则 我们新北市交通局规划 于12月1号开始收费管理 现况停车位规划为 学校家长接送区并实施时段性禁停 但不少家长反映应提供免费停车 结果造成许多家长接送时反而一味难求 交通局经邀及相关单位会刊后 决因纳入收费管理 收费时间为平日周一到周五的 上午8点到晚上6点每半小时时元 收费管理的时间是我们平日的周一到周五 早上8点到晚上的6点 那采用停车收费的话 也是更可以提高我们停车的周转率 那对于我们停车空间的管理 以及环境秩序的维护也有很大的注意 公所表示为提升停车转换率 让公共停车格位能够公平轮替使用 并让更多有临时停车需求的市民顺利找到车位 同时对于该路段的停车秩序与环境整洁 也将有很大的注意 记者胡锡轩领口采访报道